报告封面写着民国84年 北市研考会委托李贤亨教授调查制作 但其实早在当年就知道大直属于地质敏感带 不过报告是1995年制作 后来没有在调查 学者担心对未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北市研考会解释 当年坦塌新闻频频发生 才会由研考会做领头羊 先提交最初版的地址研究报告 后续由公务局持续更新 通通公布在网路上 台北市政府有在做这件事 但是不是研考会在做 是别的单位在做 所以这个部分我必须解释一下 但是最新开头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 台北市短短四个月发生六起坍塌事件 北市府普查184个开挖阶段的施工区 11件不符合项目 包括抽水配置位移计划 各阶段开挖深度没有跟核准图相符 安全支撑轴力已经达到警戒值等等 要求停工限期改善 避免悲剧再次上演